婚后和公婆同住在很多人眼里好像是很高效的家庭模式 父母帮忙带孩子做家务 夫妻俩上班赚钱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通过我们过去的咨询会发现 就是这种模式很容易引发有一些年轻人的婚姻危机 为什么会这样 结合我们的咨询案例和心理学分析 我们发现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父母的加入引发了客居感 客居感指的就是 我感觉我不是这个家的主人 而是客人的一种感觉 大部分女人结婚之后就想着 咱俩过日子了 那这个家你是男主人 我是女主人 其实公婆她们来了也会有这种感觉 我也应该是这个家的主人啊 所以有一些公婆就会开始擦手小两口的生活 这就会让这个女主人产生很强的客居感了 那我到底是谁啊 比如说日常生活的饮食家务安排啊 公婆是用自己熟悉的方式 而公婆跟老公呢 他们是长期间生活在一起的 他们三个都很习惯 但是这个做媳妇她是不习惯的 尤其是有婆媳矛盾的时候 老公可能就会说了 咱妈也是为了咱好呀 帮咱们多大忙呢 你不能那么计较了 你要多体谅体谅老人 这个时候这个女主人的客居感 就会越发强烈了 她就会怀疑 那自己到底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还是这个家的客人呢 她甚至有感觉自己好像是个外人了 完全无法融入这个家里边 由此就会衍生出强烈的委屈 愤怒失望 那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隔阂 也就会越来越大了 那第二就是两代人同步引发 夫妻的亲密羞耻 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说 自从跟公婆住在一起 她老公称呼她都是怜悯戴性 连老婆这两个字都叫不出口了 而且在公婆面前 还会刻意跟她保持一个距离 什么亲密动作都没有了 那还有人说 自己也不敢睡懒觉了 公婆进门呢都不敲门 那跟老公呢都不敢 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做亲密的事情了 随时因为都怕公婆进来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而且有些男人呢 受从小的教育影响 他会觉得在父母面前 打压女人才能彰显自己的男子汉气概 尤其是从小跟妈妈比较亲近的 或者单亲家庭跟妈妈相依为命长大的男人 就算结了婚 她也会觉得 如果当着妈妈的面对老婆好 跟老婆亲密 就是对妈妈的一种背叛 那这种疏离就会造成假性亲密 两人在情感上都得不到满足 但表面上还得维系着这种夫妻和谐的关系 那这种类号就很容易导致情感破裂 那第三就是权力斗争 尤其是在孩子这些事上表现得特别的明显 正常夫妻俩上班了 都是公婆在家里帮忙带孩子 所以很多做妈妈的就会觉得 孩子跟自己没那么亲了 也不听自己的了 有时候可能老人还会跟孩子开口玩笑说 你不听话 你妈妈就不要你了 不止去问孩子 你是喜欢爷爷呢 还是喜欢奶奶呢 还是喜欢爸爸 还是妈妈呢 当妈妈听到这种话 就会觉得特别愤怒 这种愤怒的根源 其实就是权力的转移和编辑的模糊 那长此以往女人就可能啊 会把这种愤怒发泄到自己老公身上 那难免就会引发家庭冲突和矛盾 所以我要总结一下 无论我们跟不跟父母生活 也一定要把亲密关系 放在所有关系的首位 如果能不跟父母生活的 尽量不一起生活 如果必须跟父母一起生活的 那要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在思想上脱离原生家庭 学会父亲俩一起商量 安排家庭事务 一起教育孩子 更要学会如何协调 跟父母不同的生活习惯 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种 我只能在家庭里面 都可以好似习惯